來到1.1b 我們要學習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一個掃線的概念 掃線是什麼呢? 其實看一看就明白了 掃線就是這樣 有條線有些數字 那為什麼它這麼重要呢? 我講一下掃線怎麼組成 第一件事,幫我一齊畫 用間尺畫一條橫線 如果我們用點點代表數字的話 例如中間是0 我們數下去 向右邊通常會數越大 所以 0 數大一點,下個是1 再數下個,數字是2 再數下個是3 我們數數下會畫箭材 代表我們可以繼續數下去 不過我們無謂寫不寫 好,反過來來說 向左邊應該是越來越小 3 比較小是2 小是1 再小是0 再小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相反的概念 如果0 向右邊走是1 其實這個我們可以叫做正1 正2、正3 代表它向正這個方向走 正的相反當然是負 如果它向負的方向走 它現在就叫做負1、負2、負3 正正符合了剛才的概念 正和負是相反方向 所以現在我們向這個方向走 反過來就向這個方向走 這邊都一模一樣 幫我加回箭材 代表其實你可以無限地數下去 數多少都可以 如果這些數字 我們不斷向這個方向 數的話 這些數字是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有個字 幫我寫下 這個越來越大的 我們叫做 遞增 遞增 反過來 如果我們從右向左慢慢數 的話 數字會越來越小 我們有個名字 叫做 遞減 這個數字 我們習慣寫在線下面 然後會點一點 我們會隔離相同的隔離 然後左右會給它墊墊 代表它可以無限延長 除了打橫的數線之外 亦都可以做打動的數線 一模一樣 在這裡 如果中間是0 我們習慣了 向上是正 向下是負 所以上下角就是 向上就是正 1 正2 正3 一模一樣 畫個箭咀給它 代表它的玉數 向下的 負1 負2 負3 這次是負4 負4 向下的 這次 一樣 由上 由下 而上 我們說 數字 越來越大 由上 而下 數字 會 越來越 細 我們有個習慣 就是數字 滑打橫的 會寫在下面 打動的 會寫在左邊 沒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看看題目 第一題 實在太簡單了 它的交叉 交叉在哪個位 那它便是屬於哪個數字 例如D 它是等於負3 那你幫我寫回答案 D 是負3 E 是負1 F 正1 沒問題的話 幫我試一下 完成下方 第2、3題 那有些提示給你的 就是 這裡 每一格5 一定是1 例如現在 兩格才是1 第二件事 D 在0 和負1 那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想想 如果我的交叉 交叉在0和正1中間 這個會是什麼數字? 這個是0.5 所以你可以想想 0和負1中間 究竟會是什麼數字呢? OK 第3題 都是一樣的 自己幫我做了它